大家好,我是Ash 今天是我在云南大理的第九天 距离上次拍视频又过去三天了 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 今天我来到一个小村子里 我在中国的抖音上刷到了 这个村子里住了一位法国人 听说她的私房菜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和我的朋友Gina 我和我的朋友Gina 现在要去找一找她住在哪里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村子 然后问了当地人 他们说只要往前走,左拐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巷子 好好看的地方,好美好美 我们会往前走,我们去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们出发吧 走 好了,大家跟着我一起去找一找吧 好喜欢这里哦,我可以很放松的在这里 跳舞 大声说话,给拉拉拉唱歌 我们走 我们走 看看这里的房子都是用石头铸成的 对,我觉得这个房子已经很古老了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年 待会去问一问 快 我们看看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啊 看起来不像 看起来不像 让我们走吧 我听说这里的春天的风特别大 所以大家要是春天来这边旅行的话 也要穿 那是一路 天空万里乌云 非常舒服 好,我们再往这边走 我们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位法国人的家 一定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所以我们得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找一找 走吧 好了,我又来到了另外一条巷子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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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,我想 所以你好,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想问一下这里是一个外国人 我们刚刚问了一下当地人 他说要往这个方向走 你们走来吧 是不是这家呢 是不是这家 我们再往前走 我们再往前走 这不是 这不是 进来吗 这是 这是 废弃的房子 哇 长满了杂草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老屋子了 好吧 我们又没有找到 哈哈 运气不太好 我们继续 加油 我一定要吃到那位法国人的私房菜 吃货 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 走吧 我现在变得有点不自信了 这边吗 去看看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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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 我们刚刚经过了这一家 但是我们不太确定 现在 只剩下这一家 我决定敲敲门 试试 碰碰运气 你好 请问有人吗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们来找一位法国人 请问他住在这里吗 哦 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啊 我不记得 哦 他叫Q 他住对面是吗 可是对面没有房子呀 哦 对面有房子 谢谢您 打扰了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我以为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那个时候我特别兴奋 结果 哦 哦 OK 走 OK 他住这边 然后挂衣服 给他 对 然后在马路 就是主要的那一条路 然后走大概 二十米 流转 就可以了 但是 为什么大家留我指的路是在你家呢 他们那个不清楚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国人 我是波兰 波兰人 您家住在这边是吗 哇 好棒哦 好帅 好帅啊 哈哈 再见 谢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是否能找到那位法国人 是否能吃上法国人的私房菜 敬请收看我的下一个视频哦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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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